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韩国也跌了刚刚好就是跟日本一样的幅度 百分之1.34的幅度 另外台股价钱股价指数今天大跌了121点 跌幅也达到1.1% 恒生指数跌了768点 跌幅高达2.5% 恒生国际股指数的跌幅是2.44% 也是接近2.5%的跌幅 那大陆三大指数自然是下跌的 不过跌市还好 今天户指的跌幅1.4% 升成1.35% 另外创业版等于说是这一波路股最强的 连续两天的大涨之后 今天回档0.52%的幅度 不过亚洲股市今天一片产率的原因 就是周二美国股市 五盘过后科技股杀得非常凶 那当然科技股杀最凶的就是脸书了 脸书因为出了大事了 5000万个个资外泄 那这件事情持续的纠缠脸书 使得脸书的股价 一个礼拜来已经蒸发掉市值 950亿美金 将近1000亿美金的市值三兆多台币的市值 增发了 那这个市值的增发是非同小可 大家都抢着要高通 高通的市值不过850亿 等于说一个礼拜脸书的市值 增发掉一个高通 全世界最大的IC设计公司 也是手机芯片公司 另外星巴克的市值是810亿美金 Fedex联邦快递的市值是630亿美金 所以脸书你看有多巨大 一个礼拜光是股价的下跌 蒸发的市值就超过这三家公司的市值了 所以当然这件事情也使得美国科技股重伤 所以说在周二美国股市的五盘过后 科技龙头股同步下跌 FMG Plus这个指数 就是把FMG这四档股票 这个再连同其他16档 总共20档重要的科技股 把它列入成为一个指数 居然周二是跌了5.6%的幅度 这是创下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 这十大成分股里面 Twitter大跌了12% 那另外脸书亚马逊Netflix Google跌幅都将近4% 那另外还一档股票有大跌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被目的调降平等 同时说他的现金快烧光了 马斯克这次问题很大 Model 3交不出车子来 所以特斯拉的股价在周二也大跌了8% 过去一个月 特斯拉的股价已经跌掉18%了 从去年9月以来 特斯拉股价已经跌掉20%了 这个陷入到熊市了 这个空头市场的走势 所以这样子的情势 自然使得今天亚洲股市全面的走低 在周二美国股市收盘 道琼工业指数跌344点 跌幅1.4% 纳斯拉克盘中一度跌了3.5%的幅度 收盘跌3% 那另外S&P500指数也跌了1.73% 费城半导体指数狂卸了3.8%的幅度 将近4% 使得现在目前欧洲股市也是开低 全面走低 英国股市目前跌幅是0.9% 德国跌了1.34% 法国股市跌了1.24%的幅度 那美国现在目前三大电子盘也全面的错跌了 这个三大电子盘 我们来看道琼工业指数目前跌0.25% 跌60点 纳斯拉克跌了0.8% 跌53点 S&P500指数跌8.5点跌幅0.35% 全球股市是不是真的陷入到股灾了呢 还是说呢 这只是短时间的下跌行情 那这样的行情下面我们该怎么应对 就是投资者的心法该怎么样应对 我们今天第一段一个小时要来谈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大家开始感觉到有压力了 二月股灾过后 全球股市的反弹 再下挫 再反弹 再下挫 现在目前又遇到了另外一波的下挫行情了 不知道是下挫的开始 还是在下挫的尾端 这个实在很难辨别了 不过我昨天节目有一再跟听众朋友讲 美国标普跟道琼跌破大的收敛三角形 恐怕不是个好事情 这从技术分析上面 我们过去都是戒胜恐惧这种走势的 好 那美国股市果然是正央的中心 成也没股 败也没股 好 那我们今天谈成功投资家的心法 到底这些心法 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在这一波股市 现在目前的波动上面 我们今天要请教丹阳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段老师你好 穆皇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段老师最近的波动真的变得很大 那我看到今天有一篇报道 就是说这个美银美龄 一位分析师讲说 这个通常在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 这个股市呢 在熊市的开端 就是说空头市场的开端 它的波动会特别大 然后呢 在熊市的尾端 就是已经进入到末升末跌段的时候 它的波动也会特别大 那但是呢 在中间这个组跌段的时候呢 相对波动会变小 也就形成一个波动的微笑曲线 这个微笑就像人的嘴巴在笑的 这样前面和后面两端变大 那他所以他说呢 现在目前的波动变大 有可能是在熊市的开端呢 不曉得邓老师的看法 其实这个是一个猜测啦 其实应该我认为他们的论点应该是十年一个轮回 也就是说2008年的金融海啸 那现在刚好是2018年 其实最近也有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十年到了 财富重分配又快开始了 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了 那当然有股票的人可能现在是非常凄惨啦 那或者是说你持有的成本是在低档的话 那是不是前些时候高档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先去检视一下 其实有很多的投资家 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法的话 都是在检视 不管你投资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他们也不会去计较说 我是不是天天在看盘 或者是说我会非常关心那个波动性 那当然刚刚木华所讲的 比方说像微笑曲线 其实微笑曲线是从选择权那边来的 就是身价外的 越是身价外的 他的波动率会比较高 越是价内的话 他的波动率会比较低 所以形成两边 如果把那个买权跟卖权 把它并在一起看的话 那结果左右两边都是各选择权 也就是买权的价外 跟卖权的价外都在左右两头 都会翘得比较高这样 但是这个论点的话在选择权已经被推翻了 其实选择权市场应该是 也就是偏斩了 上次应该有提到过 也就是偏斩效果 那这个偏斩效果的话 就是现在VIX 他所算的基准 也就是利用价外选择权 所推算的恐慌指数 所以我们新的恐慌指数 是利用价外的选择权的价格 不是利用他的 就是定价模型去算VIX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VIX 是非常高的 其实都是在价外玩的人 价外玩的人 他把波动性提高 那他为什么波动性提高 因为他的价格就是显示的 就会比较高的话 他波动性相对就会高 所以表现出恐慌指数 就会相对的高 其实这一种 也就是说 现在股票都在高档了 那是不是 其实投资的心法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 其实什么叫做心法的话 每一个人心中都自有自己的定见 也就是说 看你是要参考谁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论 需不需要用到财务模型 或者是不需要用到财务模型 或者是说 有坊间的利用心理学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说 你把你的投资是定义为 是要赚大钱 还是赚中钱 还是赚小钱这样 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其实在比方说 我们说成功的投资者的话 那是不是市场上面会有失败的投资者 失败的恐怕比成功多太多了 对啊对啊 成功是少数失败是多数 曾经有做过统计哦 人家说在股票市场上面 大概失败的是占七成啊 可能更多 对 十有八九都是输钱的 所以你看哦 如果说有很多的新闻媒体 或者是书籍所推出来的 例如说理财的一些书本 或者是理财的一些媒体哦 他会去访问一些比方说有赚钱的 那毕竟还是少数啦 哦他一定要访问赚钱的 对对对对 他如果今天写都是一些辱蛇 辱蛇的话 他那个绝对没有人要买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理解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当富人 但是问题是谁当穷人 这个 当老师有个疑问 这个很有趣 您刚刚讲说 其实股票市场可能七八成都是赔钱 是 当然这不见得有绝对的统计数据了 但是经验法则是这样告诉我们 没有错 那为什么大家还热词不比的 要进多这个市场 不断的进去玩呢 对啊 这个就是 人性是什么样的人性 其实这个就是很奇怪 其实有一本书 是国外的书本 那这本书的话 他的提名叫做 我不晓得穆环没有看过 高手的养成 他那个高 没有听 没有看过 他那个高手就代表说股市的高手 然后其实他里面就有做统计 金融市场他认为 然后就说他有做一个统计 就是说全体全球的金融市场 有20%的人赚走所有80%的金钱 八二法则吗 对 这个很合理 因为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但是他书本上面下了一个结论 说他要为这80%的人取得赢家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大可能 如果这个80%都是输家嘛 比方说我们刚刚说 他认为说20%是赢家 对 80%是输家 他说每一个人看到他的书本以后 每一个80%的人都会变赢家 那谁是输家 那市场上面一定会有输家 这种他就是为了卖书嘛 所以有可能吗 武当派打少林派到底谁赢啊 两个都是掌门人的这个大弟子 两个人打谁赢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那个比方说像书籍就好 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看书 连我们自己在上课里面所推的书本 有一半以上的人买书 我们就已经非常感恩了 如果说比方说像致富的书 是教科书 是教科书 里面都有一堆理论的话 比方说我这学期我教的是财富管理 那Push学生说一定要买这本书 因为考试会从里面来 结果你知道100个人里面才买了40本 哪一本书啊 你刚说 就是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的教科书 那这本书的话 其实也没有说多深奥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也就是适合大学部的书 那我们来看市场上 那这就copy就好了 其实他们现在的学生 是连copy都不会 手机拍一下 对不对 直接在那个iPad上看 因为他们现在是视觉 视觉的一些世代 他只看图形 那假设好 我如果说在课堂上说 这个论点 我们这个期中考的时候会考 结果你知道吗 那些不买书的人 他是拿手机出来拍远远的黑板 我都觉得说 这样子如果拿望远镜来拍的话 恐怕都拍得不是很清楚 那段老师你都被拍进去了 他们都可以拍 就是说重点他们才要拍 所以他们只看重点 而且你要讲说这个要考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拿手机去拍黑板 就把那个游戏画掉 再拿起来拍个照这样 这个现在这个世代的人 结果我们也要用这个特殊的方法去应对他们 所以你还要highlight一下你到底要考什么 对对对 你还你如果不讲说这一题不考的话 他们还不看 他们全部都低头了 其实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可以看说 他们到底在看什么书 我们从理财里面书 我从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畅销术的排行榜 从第一名一直排到第29名 全部都不是理财的 结果第30名就出现了 其实第30名沐浩你有推荐过 哪一本 就是无脑理财术 我们大叔的 世大叔 世大叔现在排到第30名 排第30名 其实这个也相对宽慰了 至少还挤进去 其实这个反映了一个 就是说还算理性的 其实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那个排名的第一名都是 如何在股市支付 十年前是 对对对 我出了第一本书 那个拼现金 曾经是金石塘排行榜 2004年年度第一名 我还年度 真的是很惨愧 哪里 其实这个反映了就是说 某一个世代 他会去买书的一些看法 我们那个年代 大家希望赚钱 但是这个年代 他们我也不晓得说 他们的想法 到底会是想说 是要赚钱还是要游戏 其实以前比方说 我们看大学周遭环境 其实政府都会去控制说 外面的电动玩具 不要开太多 弹子房 对对对 其实现在他们手机 就是一个游戏机 上课都在打游戏 那你要 你要鼓励他们 这个要看书的话 其实是有点困难 其实这个是现在 大老师 你就像就讲说 听这一段 将来会变有钱 那他们就有兴趣 没有 他们真的对赚钱 似乎是不胜很有兴趣 我是发觉有这个倾向 那其实之前我也找了 比方说像台信银行 去那边开户说 这个可以买基金 比方说几十块钱 就可以进场买小额基金的话 就开户人数是个位数 整体总共有150个人 就开户了才个位数 这个也是反映的这个世代 他对理财是真的是很不关心 其实刚刚排名 排在理财第一名的是 全书排名的第三十名 就是木马里推荐的那本书 第一名是什么书 第一名就是有关情绪的 就是写最近非常有名的 什么斜杠族 就是写斜杠族的书 没听过 没听过 什么叫斜杠族 其实斜杠族就是在讨论说 其实这应该是日本的书 他是说现在的人 不应该只追求一个职位 应该追求多样化的职位 就是叫你跳槽就对了 不是跳槽 就是同时兼很多职位 跨界 对对对 跨界 这叫斜杠族 这叫做斜杠族 非常夯的一本书 其实第二名就是 情绪如何管理情绪 其实这个都无关理财的 那排第二名的 念一下好了 这不败教主 这个存股心法活用版 这是全书排名是43名 还算是理性 我觉得还算理性 如果像以前的话 前十名基本上都五本都是 比方说我如何在股市自胜 什么自胜100点这样 自负100点 一堆 那全书排名第60名的话 是散户的50道难题 这本书上去很久了 对 那其实其他的还有啊 一堆书啊 一堆理财书 其实都排不进来 但是排在我们理财里面的 前十名我把它list下来 比方说像小资女等等的啦 还有高手养成树啊 这个算骨高手啦 还有什么自动存骨 可以赚到15%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看书就可以致富的话 我想应该台湾应该是 没有穷人的 所以学生就不看书啊 老师是这样子呢 但是用传授的方法的话 他们连听 因为他们现在是视觉动物啊 如果视觉动物连书本 他们都不看的话 他们现在只看图啊 好那那呃 段老师从从这样的现象 我们怎么样去归纳出一些结论呢 我认为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 你要先把你自己 到底要是投资还是理财 先划分出来 其实应该是算是理财啦 理财跟投资其实是 有先后次序的 有先后次序 理财我把范围切割一下 理财总共有六大范围 哪六大就是收入 支出 第三个储蓄 第四个负债 第五个税 第六个保险 我们先从第一个收入开始 其实收入的话 有工作收入跟理财收入啊 你如果单纯都是工作收入的话 那你绝对是不会有理财收入 那我们看第二点就好 第二点可以反推第一点啦 第二点是支出啊 支出有分两大类的 一个是生活支出 一个是理财支出 你如果没有理财支出 怎么会有理财收入 理财支出就是到投资的部分 对啊 所以你的理财支出 你有没有算支出 所以我就告诉同学说 你知道理财啊 有三种吗 就是有一般理财法 有良好理财法 有一个积极的理财法 每一个同学我们在这边教的 我们都是教的是积极理财法 那什么是一般理财法 一般理财法就是现在很多的投资人 应该起头的时候都是这样理财 什么叫一般理财法 剩余的闲钱 也就是先把生活支出先花完 有剩下的钱我拿去储蓄 或者是拿去做投资 这是一般的理财法 那我们先不讲良好理财法 什么叫积极 积极就是跟一般理财法是颠倒的 你一定要先储蓄再消费 对 就是你的积极的理财法 是先算出你的理财支出之后 剩余的你再把它分配到你的生活开销 这叫做勒紧裤带式的理财方式 所以有 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我一个月赚一万五千块 我第一份薪水是一万五千块 我一个月一定要存五千 我只能花一万 是啊 但是这个就像刚刚那个沐华 你推荐的那本书 无脑理财书 他是建议说每个月存六千块 大叔太为难年轻人了 大叔你要检讨啊 怎么存得起来啊 他说如果没有 你的薪水还不到这个价位的话 你就减到四千或五千 但是最好不要低于六千这样 大叔火在过去 对啊 对 就是这个都是一个强迫储蓄啊 强迫储蓄有没有办法做复利效果 这个就很难说 对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啊 等一下回来再请段老师告诉我们 987万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是我们礼拜三固定啊 这个来访的贵宾 我们的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 段博士 段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每个礼拜三固定会来 请教段老师一些财经啊 理财投资啊 各种啊 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事情啊 那刚刚段老师讲说 理财有三种方式啊 第一个呢 叫做积极式的理财方式 第二个呢 叫做一般的 第三个呢 叫做良好的 那那刚刚段老师有解释 积极跟一般嘛 那段老师什么是良好的理财方式 其实良好的理财法的话 就是要养成记账的习惯啊 其实养成记账的习惯就是什么 就是巴菲特一直在讲的 要要求纪律 那这个纪律的话是 很多人在做理财的时候 是很难做得到的 因为现在都上网直接看到自己的账 但是问题是你当初 为什么要进场买这一档股票 你有没有把它标记下来 为什么这样 那损失多少钱 因为听那个公车上旁边两个人在讲 所以我就去买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 有很多都是随手听听 其实这个就是记账可以节省不必要的开销 其实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财富管理里面 所介绍的就是一般理财法 再来是良好的理财法 那这个再来就是积极的理财法这样 其实积极理财法的话是 当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认为说 我没钱 那我一个月赚三万 那就花两万八千块 剩下两千块 那我怎么做投资 但是你有没有 这个就是一般理财法 对啊 但至少还有两千块 但是问题是 他是不是需要改善到良好的理财法 先记账 先节省不必要的开销 然后再进入到积极 对啊 有些人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月三万块 他非得要开两百万的车 对 那问题是这个有需要吗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讲了几个那个投资里面的 就是你要支出的时候 就会变成说 你是不是消费支出 你消费支出 那个是消完费之后 不会有产生收益的 对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第四个 就是负债也是理财里面的一个管理 我们说借钱了有三种 第一种是消费负债 第二种是投资负债 第三种是自由资产负债 这应该沐皇应该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你的消费负债的话 这个是不会产生未来的经济效益的 所以这个 我们以后其实有什么消费性贷款 这个绝对要控制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说 现在的你的报场是不够多的话 那你绝对要控制消费负债 而且这种消费性贷款 它的利率都很高的 是啊 而且一般平均利率高很多 你看刷卡就好了 对 刷卡有很多人都用到循环利息 没错 你如果我是不用循环利息 但是我发觉我周遭的有一些人 是时常用到循环利息 循环利息是非常高的 对 台湾最高的利率就是循环利息 而不是存款利率 那再来就是说投资理财的负债 其实这个可以增加 自有资金的投资报酬率 对 那这个可以适当了 但是不能说一定要 借钱来买股票 对 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适度 适度举债 其实这个是有必要 其实一个适度杠杆 对 其实你简单来说 我就跟几个 就是说大学部的同学 就想说 什么叫做去举债 来去做投资 他们很难想象说 举债可以做投资这样 其实你跟他讲股票的话 可能也不甚很合理 例如说 现在日币的利率不是很低 你可以借日币 那可以去存在南非币 套利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套利了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五本金套利 自己去想一下 其实在远期市场的话 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以前日本大妈 就是全部到澳洲 去买澳币 纽西兰 对 日本大妈 渡边太太 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在六大的环节里面 如果你有做到的话 其实这个叫做 这个财富管理的范畴 那当然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是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个投资者的心法 其实木法应该有自己的心法 理财理好了 这个理财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投资 对 或者说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这个重点就是说你理了之后 这些钱你还是要放到刚才段老师所讲的 在支出部分 有一个很重要的支出叫做投资支出 就是说理财支出 对 因为你将来一定要有投资收入 或我们讲说理财收入 不然的话 你永远靠薪水收入 等你退休了 或是说你失业了 你怎么办 你就没有收入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种 主动式被动式收入要分清楚 所以就刚刚段老师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观念 就是说 收入有两种 一种叫做理财收入 或有人讲说投资收入 或者说另外一个叫做薪水收入 这两种加起来才叫总收入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两种收入的观念 不然的话 你全部都是薪水收入 你薪水终究有一天没有 也有可能你失业就没有了 但是可能刚出社会的年轻人都不会想到这一点 对不对 其实支出也是两种 其实最主要的 你要有理财收入的话 你要切记 一定要有理财支出 对 你如果要有双份薪水的话 也不像说现在的斜杠主 斜杠主有可能有三两份薪水 那当然这个你要有理财支出的话 未来才会有理财收入 对 所以你就要想说 你要如何去理财 其实理财就是投资的一种 就是其中理财里面的一个环节就是投资 那投资有分很多种 其实有很多人都把投资做的事情误解了 比方说去买股票好像不好这样 那个好像都是都是一些人什么样子的人在那边在那边玩股票的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从一本书 其实我再介绍一本书 其实这本书的话 他的作者的话是应该算起来是巴菲特的子弟 他参加了巴菲特的午餐会 跟巴菲特吃午餐 对 他很贵耶 68万美金 然后他就出一本书 对 哇那就68万就赚回来了 对 但是问题是他 他的报酬率是463% 他成立了一档基金 这档基金是蓝宝基金 蓝宝资金的公司 也是一档 就是基金公司就就对了 他这本书 我们台湾好像把它翻成似乎不甚很好听了 他中文叫做华尔街之狼 从凉记 从凉记 是怎样了 华尔街之狼还可以从凉 他原先在华尔街 那他就说他对投资 这个似乎是不甚很了解 所以他上eBay去标的那一场那一场午餐会 不过段階他也够有钱 他还可以标到这个巴菲特的午餐 他总共是两个人去标了 另外另外一个人是印度人 那个人后来也成为这个巴菲特的子弟兵 这两个人我们先看第一个 其实这本书的话 他这个人是盖斯皮尔 他作者在1997年创立的一家公司 他总共累积的报酬率有463应该很厉害的 那几年463 累积的 从1997年到他出书以后 他已经累积 他大概比跟那个什么 那个波克夏还差不多 波克夏平均一年大概是15% 差不多 到20%左右 很稳定的 对那他他作者的话 他是毕业牛津 也在哈佛商学院有念过书了 他应该算起来应该是 还算是一个很会理财的 因为他跟巴菲特共进午餐之后 他学习到了四点价值 这个人也很厉害 对 吃一个牛排可以马上学到四个 其实跟巴菲特吃过午餐的 标价 有一个女生 她是念化工的 她也标了 她说我现在不标的话 以后可能会涨到200万 所以她就认为说 先标先赢的 好险我以前有先跟她先吃过午餐 否则的话 现在标的话 恐怕更贵 一百万美金就三千万台币 三千万台币 跟巴菲特吃一顿午餐 赚的钱赚回来赚不回来 一定赚的回来 但是我们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 其实标到的那个价格 巴菲特全部捐出去 对啦 他捐给慈善 他捐给慈善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去跟巴菲特吃午餐 这一个人 他标到这个人 就算他花一百万美金 绝对赚的 赚的回来 对嘛 你就到处去讲说 我跟巴菲特吃过午餐 就我跟他两个人 那你光是去收演讲费 你就可以收多少 光书籍的那个板费 可能在美国就 演讲板税 对不对 然后各种的收入 还有再像学到巴菲特的 理财投资的精华 是啊 划算 对 那其实有很多人也follow他 其实我们这边一个重点 就是说 很多人Facebook或者是IG 都会去follow一些 无关紧要的人嘛 例如说 最近听说 IG有一个政治人物 他被点 点的是二十几万 谁啊 就是我们这个市的市长 批哥就对了 批哥 对对对对 我不follow批哥 我都follow那个美妹的 那我们 那我们的蔡总统 是只有一万 其实用这样比的话 其实也不算很公平 蔡总统加油了 对 其实也不算很公平 其实IG的话 都是视觉动物 视觉在看的 可疲有很多网路铁粉 其实你可以在IG上面去follow巴菲特或者是比尔盖茲 这可能对你赚钱可能比较有效益 根据美国SEC公告的 对对对对 有人把巴菲特 SEC每季都要叫他们公告 对 他就有这种APP 其实可以去下载来看看 真的喔 这很有趣喔 我也要想下载 对 那他的直立兵标了这场午餐会 他提供了 你说华尔街之狼重量器 对对对对 那他说四点吗 他讲了四点 第一点是 要慎选正确的英雄典范 这个有意思喔 这个很抽象 其实这个是投资成功的关键 我们待会可以来谈喔 那第二点呢 是创造适合自己的投资环境 有些人投资环境之差 那你要去创造自己的投资环境 其实有一些例子啦 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有一些 比方说你的投资环境 如果说都是在基金 或者是都是卖方市场的人 那当然你买到股票 可能风险会很高喔 好 段老师你先把这四点讲完 我们等一下最后一段 一个一个来讲 第三点的话 就是建立更好的投资流程 这个就是检查清单 你要去做检视 第四个就是真正成功之道 就是要真诚啦 他讲两个字就是真诚 这个第四个 要真诚这个事情 这个是非常抽象的 对 真诚的面对自己 还是面对别人 这个事情比较抽象 但前面三个很具体 这等一下 我们请段老师 逐一来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是倒吃甘蔗 我们进到最后一段 进到最 那个很重要的部分 让听众朋友可以学到 这个巴菲特的心法 我们不用花一百万美金 我们就有了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段昌文 段博士 段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刚刚在广告期间 我就问段老师说 段老师那选择权 是投资还投机 就段老师就马上回答我 他说那选择权 基本上是投机 这个跟我的看法也是啦 对 就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VIX 这个影波是怎么算出来 就是价外 这个各期约去算出来 那为什么有人会去做价外呢 你明明就知道 那个价格偏差的非常远 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开仓的 这个四月的第一周的选择权 一万零两百点 就是四月第一周 一万 四月第一周选择权的结算日 是过完那个 过完那个 那个清明节连假 就是下下礼拜一 那天结算 因为我们是下礼拜 四开始放假 对 也就是说 下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 三天的交易 以及呢 今天一天 然后明天一天 后天一天 三四五 那总共六个交易日 听众朋友 你觉得会不会跌到 一万两千 一万零两百点呢 今天收 一万零八百六十五点 那这个就很价外了 对不对 因为差了 对啊 这非常价外 对老师 这个差了六百六十点 对 对老师 你猜 这一万零两百点 现在有多少价钱可以买 给你猜 影波很高 我先暗示你 影波很高 那应该价格非常高 对 因为大家都去赌 大家会赌六天后 这个六个交易 不是六天 六个交易日 因为中间还隔了个五天廉价 对不对 哇 总共十几千 大家会去赌说 会跌 那个美国股市 最近很波动 会去跌到一万零两百点 跌六百点 所以现在有二十点 其实这个就赌信 大老师要不要赌 这个 这个就投机啊 对 这个绝对是投机 也就是说 你如果买put 你买一万零两百点 你买一口 你的成本多少 你的成本是一千块 对不对 一点五十块 你就用一千块一张 一千块四个小孩 是四个小孩 五个小孩 我忘了 四个小孩 用四个小孩去赌 赌会跌到一万零两百点 如果你赌对了 你就冰狗 你就中热透 他可能从二十点变到一百点 你可能从一千块变五千块 对不对 这个就是赌 那如果说下下礼拜一 他们没有跌到一万零两百点 那你这一千块就泡汤了 全部消失 就全部消失 这个就是很类似这个赛局啊 你不是输 那就是赢啊 选择全 其货基本上就是标准零和游戏 所以这种 这种比方说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比方说像这个几率问题的话 如果两个人玩 那一定会有一个输家 一定会有一个赢家 但是如果说一千个人玩 对 一千个人玩的话 其实 因为玩个几天之后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个 大家都淘汰 对 那如果说那个是赢家的话 他一定跳出来说 哦 我赚钱了 我的 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的投资策略是正确的 那新闻记者就会去访问他了 所以您刚刚讲的是 证券市场的赢家诅咒 对 这就是赢家的一些看法嘛 好 所以我们刚从那四点的最后一点来讲 因为他最抽象 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 对不对 或是面对你的投资 那到底你是赌徒呢 你还是 你还是不是赌徒 你还是一个投资者 你还是一个投机者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要先真诚的面对自己 是啊 比如说我 我个人就把我视为 我自己 我把我自己视为 既投资又投机 像选择权 我天天就是在里面 对对 搞来搞去的 好 那那这个部分 我绝对是投机的 对其实 但是股票 股票我都买 对 很 很长期 很很好 很好的全职股 那你跟我讲那些什么 中小型股票什么 再厉害 我 我基本上 我 我还是优先要选择 好的全职股 其实要 我不是说那些股票不会涨 那是两回事 因为 基本上我在选择权 已经很投机了 我觉得我在股市上面 我就要走的比较投资步 是啊 其实我们澄清一下 就是说 其实你要去做理财 投机也是其中一种 而不是说投机就不好 或者是说我们把投资人 可以把它分类为四大类 我从 我一直以来 我都把投资人分成四大 一个是投资人 一个是投机人 一个是套利的 一个是避险的 对 总共有四种人 那这四种人的话 其实在金融市场里面 很多政府或者是说 我们的证券当局的话 可能会认为说 我们要排除这些套利者 或者是要排除投机客 应该都有 大部分都有听过 这类的消息 可是通常套利都是法人 都是专业投资人 才能套利 一般不专业的人 怎么去套利 所以我们说 比方说 如果大家认同选择权 或者是期货 衍生性金融商品 是一个零合游戏 今天如果说 大家都看好说 明天的股票绝对会涨 问题是 那明天谁卖 那绝对要有避险者 或者是投机者 或者是套利者进场 因为他的看法会跟一般人 会不大一样 所以一个证券市场 应该要广纳各种的投资人 当然要去调控是没有错 比方说投资 投机 避险 或者是套利 其实这个都是赚钱的方法 不是说 投机客就不好 其实市场上面也要容纳 这些 这些的 这个投资方法 就像我们的社会 有黑道有白道 对 也有黄道 是啊 各种道都有 如果没黑道的话 那我看警察就不用 如果没有无间道的话 也不用有电影 好那个加热福枪战 那段老师 那什么叫做真诚面对自己 其实真诚面对自己的话 是从巴菲特那边来的 也就是说 你要对自己的理财 要负责 负完全责任 不要怪东怪西 对 不要怪东怪西 很多人很喜欢怪 一下怪小鹰 一下怪小赖的 到处怪 对 所以有人就在讲说 你投资是不是跟你的情绪 是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巴菲特就讲说 最重要的投资心法 就是在你的情绪 或者是我们说心情 你的情绪如果 两层不好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不用谈了 也就是说 他的老师也有介绍过说 这个情绪是所有理财的第一关 你通不你过不了的话 其实完全后面的理财的方法 我们都不用看了 那那个学生去买情绪的书也对哦 是啊 台湾满第二名唱也对哦 其实那个是从心理学里面 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 所以真诚面对自己 很重要是情绪管理 对对 就是情绪面嘛 那其实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巴菲特一直就会讲说 你一定要胜选你的英雄 那刚刚他的子弟兵也出书了 也把他的话 把他写成一本书了 那这就是英雄是第一点 对英雄是第一点 那巴菲特他的英雄是谁呢 就是他的老师啊 葛拉汗 葛拉汗啊 对 他其实他的英雄绝对是葛拉汗的哦 其实这个这个怎么说 那邓老师您您在金融 金融理财界教书教这么多年 您的英雄是谁 我很想知道 其实我看起来就是 你的Low Model是谁 巴菲特 所以您的Low Model是巴菲特 我觉得啦 我的Low Model是马斯克 特斯拉的马斯克 马斯克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超 今天股票不是跌的很惨 对 但是我觉得他超屌的 对不起啊 每个人有不同的Low Model 对 所以呃 真诚面对自己 情绪管理很重要 然后要界定自己 是什么样的投资者 对不对 对 投机者 对 然后另外就是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 你的Low Model 是 一定要找一个英雄出来 其实这个英雄的话 我其实我最近看的 就是播了一部 公司公司 这部片子 大概只有45分钟 什么片子 公司公司 就是讲公司的历史 从那个 在哪里可以看到 16世纪 YouTube可以看到 应该没有 那那是 那个是我去买的一个 中国大陆的一个 制作全球的一个片子 OK 他播完之后 其实他里面一个重点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公司 其实人类有历史以来 人类利用了250年 把所有的财富 在0.01%里面集中 段老师这样子好不好 下一个礼拜 您再来讲这个公司公司 好不好 OK 我们今天讲不完 因为快结束了 您还是要先回到 刚才讲的说 那个四点 对 其实那四点的话 第一个就是胜选你的英雄 第二个的话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你看巴菲特就好了 巴菲特身边都是谁 比尔盖茲 还有刚刚的我讲的那个 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有名 查理蒙格 查理蒙格他的军师 算是他的mentor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的那两位 就飙到用68万美金 飙到了那两位子弟兵 其实这两个 对他贡献也很大 其实你看著名的投资人 都跟这些人为伍 所以你说他投资不坏吗 投资一定会是越来越长进 所以叫做物以类居 对进诸则次 这个其实你要去创造自己的环境 你的环境在哪边 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你的环境 如果全部都是卖方市场 在推荐你股票的话 那岂不是你都是单边的讯息 这个英文不是什么 All better get together 是啊 物以类聚 也就是说你跟什么人混 大概你大概就长什么样 如果你在金融市场上 你跟的是什么人混 如果你跟的是大咖在混 你恐怕也输不到哪里去 那如果你跟的那些没脑的混 那你大概也赢不到哪里去 对他自己在自己书本上面也讲啊 你可以在网络上关注你金融的人啊 你不要去关注那些 对你没有贡献的人吧 这个就是刚刚 看看巴菲特 看看这些大咖们一举一动在做什么 好我们今天没有讲完呢 下礼拜继续 我们再请教段昌文老师到我们节目先上 谢谢段老师